大家好,我是耐尼 耐尼今天要教大家自己动手换短裤上面的拉链 好,那我现在呢 要先把表面上的压线拆掉 然后再拆拆里面的拉链 那在剪线的过程当初呢 要小心不要去剪刀布 我现在拆的这个位置 其实在裁缝里面来讲的话 是叫做贴边 那以前的裤子呢 它的贴边有分就是男左女右 就是你盖子盖的方向就是分男左女右这样 但现在的裤子好像比较没有那么讲究了 好,那我现在贴边的压线拆完了 那再来我就要准备来拆掉拉链了 这边的拉链比较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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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现在呢 要来做一个记号 就是我现在做的是铁头的记号 等一下我拉链的铁头 会对准做的记号 然后开始车缝 好,这边的拉链拆完之后 再换拆另外一边的拉链 那因为另外一边拉链上面的压线 它的针距比较小 所以我在拆的时候会比较不好菜 那不好菜就只好用锦刀 就是慢慢剪,然后慢慢拆这样 好,那等拉链拆完之后 等一下就进入车缝篇 好,那不要的话 好,那不能再继续 这边就是 близ着 你看接着 能够知嘉你 好,那这边由你带来 你的针距不远 就是没有很大的针距 好,这边该是针距 但是你看 好,那就可以更加深思补 它就更加深思补 为什么可以是万一致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拆好之后就拿出我们新的拉链出来 那我们准备要来车缝了 刚刚我在贴边的地方有做一个铁头记号 那我们现在要先从贴边那边开始车缝 好那我现在呢要拿出我的那个记号笔 好我刚刚在铁头那里做个记号 我再把它画清楚一点 好大概在0.7公分的地方呢 画一个直线的记号 好再大概1公分 1.2公分 我就取一个大概值 然后等一下呢我们的拉链要对准我 刚刚画的直线的记号这样进行车缝 好那现在拉链铁头呢对准我的记号 好那现在拉链铁头呢对准我的记号 就好伤害现在 冷静住了 好多少 好三个字 我可以直接戳了 好四个字 好三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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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个字 好四个字 看看 证据呢现在转到2 好那我现在呢要来车缝了 那车这边的那个拉链起身我没有倒针 因为等一下我会就是会车缝两次 现在是先车第一次的车线 好那我们的拉链呢就沿着我刚画做的那个记号 然后这样子这样子车缝 那你会看到我一直在拨我的布 对因为我要把我的布拨整齐 记得那个拉链是要车在贴边上面 然后不要去车到我们的裤子 好车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把布转回来 大概在我第一到那个车线旁边 然后车缝第二到车线 这样子会比较牢固一点 好 插好之后呢就把线剪掉 你可以倒个阵啊 可是我想说我等一下要摇一摇线 所以我就没有倒针了 好 测好之后呢我现在呢是要把那个 把我的那个裤头那边整体一下 因为我就是我一开始学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就是那个裤头那边啊 对就这个缝啊我每次都会测不到 所以呢等一下我会拿那个 我现在是拿针跟线 要把它缝个急针固定起来 对这样子的话你在车你在压线的时候一定会去就是有车到你的裤头 好之后呢就把裤子翻回 翻回正面 对等一下我要来准备测一个那个贴边上面的那个压线了 好那要测个压线的时候呢 另外一边没有测的那个拉链呢 它的尾端尾端的那一块布呢要把它向上折 对你现在看到我现在拿这个珠针是固定好我的布而已 好 轨端的布呢把它往上折 这样才不会去测到它 那表面上的那个压线呢 你可以就是沿着上面那个你拆 拆掉的那个线的痕迹然后这样子来测压线 或者是你拿着分图呢沿着那个痕迹然后再画一次都可以 那在测这个压线的时候要记得把你的布是用平整这样子车 好 好 我现在压线呢快要快要到我的那个裤头的地方了 这时候呢 插到这里的时候稍微整理一下你的裤头 因为等一下我要上去我的裤头压线 因为刚刚我们在拆拉链的过程中就是有把裤头的那个测缝线也一起拆掉 所以要上来要测到裤头上面然后做个压线 好 通常我测完之后我就会拨开那个我拆过的地方 以确保说我是不是有把它测到了 好 这边的那个拉链测好之后再来换另外一边的拉链 那我现在呢 把拉链拉上来 然后呢 裤头对齐裤头 看一下我的拉链大概要从哪边开始车 对齐好之后呢 就把拉链放进布里面 这边的裤头到时候测的时候也要把也要测压线把它固定住 对 对 因为我习惯就是整条拉链都 就是整条拉链都拆下来这样子测 对 然后我也有看过有人就是 呃他拉链测到那个尾端的时候他直接把拉链剪 剪掉这样子 呃如果你是直接把拉链剪掉的话这样子 呃你不会去拆到你的裤头线你也不用多一道说裤头要再去测压线固定这样 对就是看你自己呢 好 其实我觉得珠针是一个还蛮好用的小工具 对就是你在固定布的时候你可以用珠针把它固定住 对就是你在固定布的时候你可以用珠针把它固定住 等那个裤头上面的压线测完之后呢再回到再回到呃要测缝拉链地方 就这样子我试出了 对 这 reference 好,那我现在是回到我要测拉链的地方 你会看到我一直在把我的布拨平整 那我在测的时候也一直在注意我的布它是不是平整的 因为我曾经就是测这一边拉链的时候 测到后来的时候发现我的布 就是多了一小块布然后它凸出来这样子 对,所以你在测的时候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把你的布就是把它拨的平整这样子 不要让它有起皱着或是怎样 对,尤其是测到,我现在要测到尾端了 尤其是测到最尾端的地方很容易会出现多余的布的情况 好,那现在呢我另外一边的拉链也固定好了嘛 好,我调整一下我的镜头 因为我的镜头就是射电油比较低 所以我手一直会碰到我的那个镜头 好,那我现在测好的时候 我现在要拉,呃,现在要测最后一个那个三角形的压线 那你在测这一个压线的时候呢 要把两边的布都把它拉平整 在测最后到压线的时候最重要一点就是 呃,我会用手指头去摸一下我的铁头在哪里 对,因为你等一下测压线的时候 就是不要去测到你的铁头 不然你的镜会因为触碰到铁头然后会断针这样 呃,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没有去注意说我的铁头在哪里 然后我就直接这样子很,呃,就是很,应该怎么讲 很放心的直接就很大力的给它测过去 结果测过去就针断掉 然后断掉的针还卡在那个铁头上面这样 就是直接穿过去这样子 对,所以你在测最后这一个三角形压线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是你要用手去摸一下你的铁头在哪里 那你的三角形大概它要,呃,它要形成多大的三角形 刚我测的三角形那个地方是刚好保住我铁头的地方 好,测好之后呢,你就这样子把你的裤子拉起来看看 然后呢,把你的那个裤头呢,最好是裤头两个裤头对一下有没有对齐 对,最好是要有对齐啊,因为这样会比较好看一点 好,那我换哪里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吧 没有使用